8月11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 繼續履行職責的決定 8名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香港代表 11日深夜抵港後 在香港國際場會見傳媒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說 有關決定令香港能集中精力抗議 希望香港社會齊心協力打贏抗議戰 根據決定 2020年9月30日後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 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 直至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 任期開始為止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 依法產生後任期仍為4年 人大常委會因應政府提出來的要求 都是很迅速地處理了 也都令到香港方面 大家在抗疫防疫的工作裡面 可以集中精力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是很感謝人大常委會 對香港的支持 也都希望通過這個延後之後 香港社會各界可以齊心協力 為打贏抗疫這一戰 以及如何儘快恢復經濟 能夠改善民生 我希望在社會零成一個合力 去推動這方面的工作 潘耀宗表示 至於其他有關第六屆立法會 其具履職的問題 將留待特區政府處理 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潘惠珠指出 全國人大常委會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六十二條第十四項作出有關規定 該條文賦予全國人大 決定香港特區制度的權利 有一個這麼迅速的回應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盡快 將香港在這個面對的疫情裏 是自己挽救出來的 希望大家都配合 這個我們抗疫的工作 阿朗